圣经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 爱听故事的小朋友 千万不能错过 儿童圣经故事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佩珊姐姐 小朋友们 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 耶稣医好摊子 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 耶稣医好了一位长大麻风的人 那长大麻风在那个时候 其实他们需要被隔离在城墙外面 但是因为这一位长大麻风的人 深深相信 深深的肯定 耶稣一定可以把他医好 耶稣一定可以让他得洁净 所以耶稣就非常非常的感动 就医治了他 那耶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 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 又过了一些日子 耶稣进了加百分之后 耶稣进了加百分之后 那就有人听见他在房子里面 所以就有好多好多的人聚集哦 聚集到连那个家门前都没有空地 因为都挤满了非常非常多的人 要听耶稣讲天国的道理 那耶稣呢 就很快的到他们当中 并且跟他们继续讲天国的道理 那就有人啊 带着一个摊子要来见耶稣 而且是四个人抬来的哦 那因为人啊真的太多了 没有办法挤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呢 他们啊就把耶稣所在的那一个房子 他们就把屋顶给拆了 他们把屋顶拆了之后 他们就用那个穗子 把那一个摊子所躺卧的褥子 整个这样子连褥子 还有那个旁边的那个穗子 这样子往下放往下放 为的是什么 为的是要让那个摊子 可以到耶稣的面前 那耶稣呢 看见他们的信心哦 就对摊子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 诶 奇怪了 他们希望的是这个摊子 能够再次站起来 但耶稣却对他说 小子你的罪赦了 就有几个熟读经文的文士啊 就坐在那里 他们心里就议论啊 就说好奇怪哦 耶稣为什么要这样说呢 而且他说了健忘的话 因为只有神可以设罪啊 这个耶稣是谁呀 他凭什么设罪呢 耶稣啊 其实心里面都知道 这几个文士在心里这样议论 所以他就直接看着那几个文士说 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 我对摊子说 我对摊子说你的罪赦了 或者跟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 哪一个容易呢 我要告诉你们 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 耶稣讲完这段话之后 就在转头 向着那个摊子说 我吩咐你 起来 拿你的褥子 回家去吧 没有想到 那个摊子 马上就站了起来 而且把它躺过很久很久的 那个褥子 也把它拿了起来 而且在所有人的面前 就站了起来 走了过去 所有的人都非常的惊奇 也非常的惊讶 他们都知道 要把荣耀归给神 因为他们啊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情 那从今天的故事 我们可以知道 耶稣医治了一位摊子 而耶稣直指着他说 你的罪赦了 接着 那几个文士又抱着怀的态度 想着 耶稣又不是神怎么可以赦罪 但耶稣告诉他们 人子在地上 有赦罪的权柄 那人子到底是谁呢 没有错 人子就是耶稣他自己 紧接着 耶稣又叫那一个摊子 起来行走 而摊子也真的 能够站起来 而且可以把他那个 躺很久很久的褥子 也拿起来 而且就在众人的面前 走了过去 这也说明了 耶稣不但有赦罪的权柄 还有医治的权柄 而在这个故事当中 其实还有一个角色 非常非常的重要哦 虽然他的戏份不多 就是那四个 抬摊子的人 也许他们是摊子的朋友 但他们也愿意伸出援手 帮助这位摊子 可以来到耶稣的面前 所以他们也是 非常重要的角色哦 小朋友们 我们不但要有那位摊子的信心 也要向那四个人 学习帮助人的爱心 而我们也要特别注意 不要像那个文士一样 明明就已经认识 已经看见了耶稣 却不相信耶稣 有这样的权柄 那接下来 耶稣又会发生 什么样的事情呢 刚刚佩生姐姐 分享的故事 都在圣经里面哦 期待我们继续聆听 上帝的故事 我们下次见咯 拜拜